这是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彩戏法 利用一块丝巾就能凭空变出一只装满水的鱼缸 前两个视频蒙面魔术师 为大家揭秘了如何变出一只大白兔和小鸡 每个变出动物的方法都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装满水的鱼缸是如何变出来的 首先魔术师拿出一张大号的黑布 正反胶带没有任何东西藏在黑布的内部 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魔术师的衣服非常贴身 也不可能把鱼缸藏在衣服内部 接着魔术师把黑布盖在自己的手上 奇迹马上发生 当魔术师把黑布从桌子撤走的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鱼缸赫然出现在桌面之上 并且鱼缸里面还有几条鱼在欢快地游玩 那么这个魔术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明明魔术师身上什么都没有 最后却能变出这么大的鱼缸 原来魔术师的桌子暗藏机关 下方设置的桌布是伸缩折叠的 当魔术师把下方桌布压缩以后 助手就会把鱼缸放在上面压住桌布的线 准备好之后 魔术师会把另一块桌布盖在鱼缸上 这样看起来就跟普通的桌子没有什么两样 最后魔术师假装把鱼缸变出来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就会把缸子上的桌布放进黑布里面 然后再抬高鱼缸让折叠桌布恢复原样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 最后直接把黑布与桌布丢在地上即可 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彩戏法 竟被蒙面魔术师揭秘出来 一只小小的大白兔 另从帽子之中凭空出现 上个视频蒙面魔术师揭秘了 如何从箱子源源不断地变出可爱的小鸡 那么接下来 魔术师就要揭秘一个所有人都熟知的帽子戏法 首先 魔术师从帽子里面拿出了一条绿色的手绢 同时再次伸手进帽子证明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除此之外 魔术师还把帽子直接抛了起来 紧接着 魔术师向大家展示手中的绿色手绢 正反交代 没有任何的毛病 没有任何的机关 接着 魔术师把帽子放在了手绢上方以后 把手伸了进去 并且念着出现咒语 咒语念完的瞬间 一只可爱的小白兔 竟从空无一物的帽子里面变了出来 接下来 请你帮忙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 蒙面魔术师马上给你揭秘 原来魔术师事先把兔子 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布袋之中 准备好的布袋 直接挂在桌子后面即可 当魔术师展示完帽子 以后就会放在放布袋上空 最后魔术师把帽子反过来的时候 需要把布袋一同拿起来 并且把它装进帽子里面 这个神奇的帽子戏法 就大功告成了 下个视频 蒙面魔术师将要揭秘一个 凭空变出鱼缸的传统魔术 魔术师不仅可以从帽子 变出可爱的小白兔 还能凭空变出几十条的鲸鱼 甚至利用盒子 就能变出一只鸡 这几个凭空变动物的魔术 就是蒙面魔术师最新的揭秘节目 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几个魔术师如何做到的 请接着往下看 首先 魔术师在桌上放置了 两个不同颜色的箱子 这两个箱子 一阴一阳 能够创造出不同的魔术效果 黑色盒子为银盒 它能让任何物体消失不见 而红色的盒子 就能变出所有东西 当魔术师把两个盒子 都让大家检查完毕之后 竟直接从里面 拿出了一只可爱的小鸡出来 在上一秒钟 盒子还是空空如也的状态 只用了一眨眼的功夫 这只小鸡就出现了 随后 魔术师把小鸡 放入黑色盒子当中后 直接打开红色箱子 又变出了一只黄色小鸡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接着 魔术师把小鸡 再次放入黑盒子以后 居然又从红色盒子 拿出一只小鸡 看到这里 你能猜出其中的原理吗 通常魔术师表演 同一个效果三次 就会立即结束 然而蒙面魔术师 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当他再次打开红色盒子 又一只黄色小鸡 出现在大家眼前 最后 魔术师把小鸡 放入黑盒子以后 做了一套魔法动作 四只本应该在 黑色盒子里面的小鸡 全部消失不见了 原来魔术师的盒子下方 有一个暗道 当盒子 放在暗道上方之时 盒子的底板 就会被旁边的木棍顶起 这样 魔术师就能轻松地 把小鸡放入暗道内部 利用同样的原理 魔术师就能从 红色盒子下方的暗道 掏出小鸡 下个视频魔术师将揭秘 不需要任何暗道 也能变出一只 小小的大白兔出来 被几十吨卡车来回碾压 竟然毫发无伤 一把飞刀就能射中 飞在空中的记号牌 用一个普通的盒子 就能导出各式各样的饮料 这三个超自然现象的魔术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前两个视频 已经给大家分别揭秘了 飞刀爪牌和模糊表演 今天将要揭秘一个 无人敢模仿的死亡魔术 危险系数非常之高 切勿模仿 那么 接下来要为大家 上演这个惊天魔术的 是著名魔术师佩恩与泰勒 话不多说的佩恩 直接躺进了卡车轮胎的前方 而卡车司机 正是佩恩的好搭档泰勒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泰勒将驾驶卡车 从佩恩的身体直接压过去 请大家评住呼吸好戏 立马上演 此时 我们看到第一个轮子 压过佩恩以后 好像并无大碍 紧接着 第二第三组轮子 再次从佩恩身体碾压过去 你看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 被十几吨卡车碾压过后的佩恩 竟然毫发无伤 只是身体沾染了些许灰尘罢了 那么 你能猜得出 这个魔术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原来按压魔术师的轮胎 都是海绵制作的 除此之外 卡车的另一侧 装了很多重物 使卡车平衡 所以 按压魔术师的这一侧卡车 并没有任何支撑力 这样躺在轮胎下方的魔术师 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了 这是国外网站 最火爆的魔术揭秘频道 每个视频都能拥有上千万的播放量 所有精彩热门的英美达人秀魔术表演 都在这个节目中被揭秘出来 上个视频 我们知道了飞刀爪拍的魔术秘密 而今天 所揭秘的这个魔术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那就是 曾经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模糊表演 但今天西班牙魔术师马特表演的模糊 是最早版本的 仅用一个纸盒 就能做到 想喝什么 就变什么酒水的效果 时间回到2017年的英国达人秀舞台 魔术师马特 拿出一瓶纸喝饮料 往杯子 倒出满满一杯的牛奶 询问一旁的卷发妹 是否喜欢喝牛奶 然而卷发妹表示自己 只喜欢会员果汁 不喜欢喝牛奶 了解卷发妹喜好的马特 立马从盒子里面 倒出了一杯橙汁出来 除此之外 魔术师表示 只要你喜欢 还可以变出一杯可口可乐 在这里 魔术师为了告诉大家 平时少喝点饮料 所以又变出了一杯白开水 紧接着 台下的观众告诉魔术师 想来一杯啤酒 收到要求的魔术师 魔术师还非常贴心地 为喝酒的朋友 便出了一杯柠檬汁 最后 魔术师竟然能够把纸盒撕碎 展示在所有的观众检查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里面没有任何的机关 这个古老的模糊表演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那么你能猜出其中的原理吗 其实 魔术师盒子里面装的 全部都是矿泉水 而杯子的底部 放了各种颜色的饮料 这样就能让矿泉水 进入杯子时 发生颜色的改变 所以魔术师 只让杯口露出来 并且在拿杯子的时候 都是将杯底遮挡的状态 就是为了不让大家 看到杯底的颜料 并且从这个镜头 我们可清晰地看到 矿泉水流出来的时候 是透明的 然而杯子里面的液体 却有了颜色 下个视频将为大家揭秘 魔术师被卡车来回碾压 却毫发无伤是如何做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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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